其实我们这一生所担忧的事儿啊 其中90%都不会发生 就算是这10%它发生了 也远远没有你想的可怕 很多朋友是意识不到这样一想法的 比如说高考没考好了 孩子就完蛋了 这就是典型的灾难化思维 灾难化思维就是把一件特别普通的事情的恐惧感 无限的放大 这种灾难化思维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我们要觉察它 要意识到它 灾难化思维 极端化思维 自我中心化思维 功能失调性思维 这所有的思维它都是隐形的 叫做自动化思维 它的出现 你有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而且它是有条件反射的 它是一种跟程序代码一样 能够自动运行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觉察到自己的自动化思维 不要去过分的担心和恐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